1975年4月5日 87岁的蒋介石在台北因病逝世 蒋介石生前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 这个习惯自1915年开始到1972年才结束 期间从未停止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了很多历史事件的细节 他的日记本目前被保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大案馆 值得一提的是 蒋介石死后 宋美玲整理他的遗物 出于好奇翻看了丈夫的日记本 结果他看到其中的一段话时竟忍不住痛哭起来 随后逃到了美国 那段话到底写了什么 蒋介石于1887年出生于浙江凤华 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跟随孙中山搞革命 并深得孙中山的器重 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 蒋介石慢慢成为国民党阵营里的核心人物 蒋介石是出色的政治家 不过与他的成就相比 他的感情生活更吸引人 蒋介石一生有四段婚姻 他的第一任妻子名叫毛福梅 蒋介石14岁的时候 父母给他挑选了比他大五岁的媳妇 毛福梅家境优越 思想保守 蒋介石本来就对这段包办婚姻不满意 在外闯荡后对思想落伍的毛福梅越发不满 1910年毛福梅生下长子蒋经国 接着蒋介石就与毛福梅分居 并于1911年娶了妓女姚野城 1911年身在上海的蒋介石偶然间遇到了姚野城 不久两人同居 辛亥革命后 蒋介石因参加反援斗争 经常在日本上海等地来回奔波 姚野城不仅毫无怨言地跟随他 还拿出自己的积蓄支持蒋介石的事业 蒋介石对姚野城既疼爱又感激 两人结婚后迫于蒋母的压力 姚野城既没进门也没有正式名分 姚野城没有为蒋介石生下孩子 他于1921年收养了蒋伟国 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名叫陈杰如 他与蒋介石于1919年相识 陈杰如小蒋介石18岁 因为思想新奇而被蒋介石猛烈追求 1921年12月5日 34岁的蒋介石在上海永安大楼 娶了15岁的陈杰如 婚后陈杰如也没有给蒋介石生下孩子 他收养了一位华侨的女儿 并给她取名为姚光 小明换作陪陪 不过随着蒋介石地位的提升 他又认识了第四任 也是最后一位妻子宋美玲 1927年蒋介石为了娶到宋美玲 获得宋家的支持 而不得不与三位前妻断绝关系 1927年6月 蒋介石与宋美玲订婚 同年8月 他回到老家与毛福梅离婚 为了弥补毛福梅 蒋介石采取了离婚不离家的做法 来对待毛福梅 此后毛福梅就将生活重心 放在儿子蒋经国身上 不过蒋经国在父亲发家后 就先后被带到上海 苏联等地读书 因此毛福梅也长时间没有见到儿子 1937年3月 毛福梅终于见到了阔别13年的儿子 随后还给儿子儿媳补办了婚礼 1938年农历十月初一 毛福梅被日军飞机炸死 1927年8月 陈介如也在蒋介石的安排下 来到美国读书 并于1933年回国 期间 他的养女被母亲照顾 至1927年 蒋介石摆脱了与三位前妻的婚姻关系 宋美玲也坐稳了正房太太的位子 蒋介石生前曾在日记中记录了追求宋美玲的心路历程 这也减少了外界对他们政治联姻的质疑 1975年蒋介石去世 宋美玲在整理蒋介石遗物的过程中 翻开了蒋介石的日记本 他在上面看到这样一句话 我这一生的挚爱只有宋美玲一人 我这一辈子有很多遗憾 特别是当年没有保护好宋美玲 让她小产终身不能怀孕 在我死后蒋经国和蒋伟国两人必须听从宋美玲的教导 只要他们两人还把我当父亲 就必须把宋美玲当母亲 不能任第二个女人当母亲 可能是宋美玲看到这段日记后 想到了与蒋介石过去的甜蜜 他不愿独自面对这些伤心事 就决定连夜离开中国 随后在美国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20多年 2003年10月24日 年过百岁的宋美玲去世 在这边